對 之所以親家關係會這麼緊繃 最主要是會有比較的心理 跟競爭的關係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兩個家庭結合的時候 一開始可能就會覺得 我們家不能輸 我們要比你們 就強過你們 或是我的孩子 不能在你們家面前 就矮了一截 是 所以一開始我覺得 的確會有些時候 之所以不親 是因為有時候 難免都會比來比去 所以這個比較的心理 可能其實就會 讓關係變得很緊繃 然後相處的時候就會有很多 我們家財產 或是我們家的家產 我們家的家教 各方面都可以比你們家好 然後你兒子是高攀我們 你們嫁進來真是 你太幸運 你太好命 你真的是前世修來的福 你怎麼會這麼好命 嫁給我兒子 我兒子這麼優秀 所以其實我很常聽到 婆婆都覺得自己的兒子好優秀 有些時候 可能是無心的話 也會變競爭關係會變得很強 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譬如說 我曾經有聽過 就親家公跟親家母 去對方家參觀 可能在無心當中 然後就會說 現在沒有五千萬的房子 根本就不能住 這時候另外一個親家母 跟親家公他們家 住的房子 可能並不是那麼樣的 一千五百萬 租租差了三千五百萬 那麼樣的豪宅 或者是一個非常 就是非常華麗的房子 他說這種都不能住 是 這時候你看 那個會不會產生一個芥蒂 可是你表面上看起來很和 是 然後表面上看起來也還是 家裡真漂亮 家裡好好 裝潢得這麼好 可是回家之後就會說 有什麼了不起的 了不起嗎 五千萬房子還不是一樣 就一張床對不對 萬一怎麼樣 也就是那一條而已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之所以也會不清 有些時候是因為這種心理狀態 所以讓雙方的關係就會變緊繃 或是說言語當中就會互相 因為比較而感覺到不舒服 所以說 就然後也是